哈勒哈 哈雷蜜今天要來介紹 2018年日本藥妝店員推薦賣最好的前三名商品 我們先從第三名開始看齊好了 因為第三名已經是深得我心的厲害了 就是它如果你有掉髮困擾的人的話 它可以預防你的掉髮 它這裡面其實算是藥用的產品 所以是真的有療效有功用 它有添加維他命E跟人參抽取物 所以它可以讓你的頭皮變得更加健康還有強壯 但當你頭皮健康跟強壯之後 長出來的頭髮就會自然而然的更加更加的粗硬 不會像我這種細軟髮有沒有 很容易斷很不好看 但如果你使用了這個 你的頭髮就會越來越柔順跟漂亮 而且頭皮會越來越健康 接下來哈雷蜜要介紹的第二名熱銷商品 我覺得店員根本是為我而推薦 他看得出我一眼變蜜樣嗎 攝影師有一眼變蜜樣嗎 因為他怎麼會跟我講 第一名剛好是我最近的煩惱 日本女生最近非常愛購入的 酵素用吃的保養品 因為我最近真的是便秘大王 你問攝影師就知道 就是我每天都在抱怨說什麼 剛好大便大不出來 然後剛剛店員就跟我說 欸 日本女生最近都大推酵素了 我想 它分成四種功效 那我自己私人最推的是這個 粉紅色的包裝 為什麼呢 它裡面還有添加一些美容的成分 所以吃下去之後 你皮膚會有透明感 而且會非常的滋潤透亮漂亮 這就是專門用美容的酵素 那如果你是一個大胃王 每天都吃超多 公食不正常很怕胖 那這一個你就要買這一個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是一個便秘很嚴重 然後你又吃很多的人 這邊有一個王樣 就代表它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添加更多 你就可以買這個版本 然後或者是夜間使用的版本 排行榜第一名的商品是什麼呢 就是這三款面膜 它上面有寫說 它就是幫你預防你的皺紋跟老化 所以如果你年紀已經賣入吃熟女的階段 你就可以選Royal系列 那另外一個這一個是什麼呢 膠原蛋白系列 如果你像哈雷米一樣大概是26、27歲 然後覺得最近開始有些細紋產生的 就可以選擇膠原蛋白的口味 那最後一個這一個是添加玻尿酸的 如果你的皮膚比較乾燥 冬天很容易裂 那就選擇保濕的玻尿酸 這三款我個人都有用過 我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裡面呢 那個面膜袋裡面有超多的果凍精華液 你可以拿來塗身體當緊膜 完全就是CP值超高的一款 少貨必備第一名藥妝 保養品記得2018年來日本藥妝 真的一定要買它們 否則你真的白來光藥妝店了啦 傻傻的 不要去少貨了 掰掰